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我和美国David Janssen 还有法国的Veronique我们三个人一起合出的一本非常精彩的彩绘合集 那么这本书我们是画在法国古董的习器上面 可是你可以运用这个里面的图案 把它画在一些不同的器物 并不是一定要画的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素材上面 那它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各国不同的风格 里面至少有超过十种不同的风格 然后每一种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 好 现在呢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这本书的内文主要是由英文和法文构成的 可是我也会附一本中文的解说 就是整本书里面全部的中文解说 前面的部分是教你拿到一个旧的铁器或锡器 你要如何去做处理 还有怎么样去做打底 我们可以用不同品牌的颜料来画 像我现在呢就会用Heritage的颜料来画整本书的内容 前面的第一课在讲到的就是一些欧洲的风格 它是由Venique设计的 这里会看到它的画的步骤 这个是属于欧洲笔法的玫瑰 这边也都是会有步骤的解说 这个文字的说明部分我都会给大家中文版 这个中文版就是纯文字的说明 那再来这边是属于英式的宰船画风 宰船画风它的意思是在当时呢 因果有很多运河嘛 那它们就会有一些船 船身上面就会有一些装饰 这样子的风格就是画在船身的上面 所以称为英式的宰船画风 再来这个是Hinderupin的风格 Hinderupin是荷兰的画风 我设计的也是Hinderupin 可是我把它比较带一点点中国风的感觉 就是我们会去画一些相同的风格 可是我们会有不同的呈现 再来这个风格是David Johnson 他画Peter Ampere的风格 Peter Ampere是在美国比较早期 差不多在1930年左右 他是一个职业的彩绘画师 他专门画在一些器物上面 然后做仿骨的效果 看起来就会觉得好像蛮古典的 比较有那种历史感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学到 如何做仿旧的效果 再来这个是我设计的中国莲花的风格 我是把它画在竹台还有一个小的壶上面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可爱 然后我觉得是蛮甜静的感觉 好 再来这个是瑞士的风格 这是由Veronique设计的 这个作品我也蛮喜欢的 他很有那种欧洲的味道 接下来这个是美国的习气风格 在美国有一段时间 他会有非常大量的这种习气手绘 或者是可以大量生产的这种习气的风格 他们有专门的工厂在做生产 这个风格主要就是由豆碟 然后平图间层 在做线条的装饰来构成的 接下来这个作品也是我设计的 这个是属于比较中国风 我把它画在一个木制的碗 还有画在一个湖的上面 我画了一只鸟 这边也都有详细的步骤介绍 这边是我画的玫瑰花 它的介绍 这边是Chippendale的风格 Chippendale是英国的风格 它算是这种层层堆叠的鼻祖 这里也都有步骤的解说 最后这个是俄罗斯的风格 这个作品是由我设计的 这个作品自己是蛮喜欢的 它是牡丹花 我的步骤其实都还蛮详细的 那么最后就是所有作品的线稿 在这里 这本书呢你在一般的书局是绝对买不到的 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共同合出的 它的原价是1380元 这本我们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剩的数量也没有很多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特价860元 然后再附赠一本全中文的翻译 这个是纯文字 这个不是里面还有图喔 就是我把它全部都翻译出来了 然后变成是纯文字 我上面会有写第几页 然后内容是什么 这样子就会附赠一起给大家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 由我们三位画家共同去出版的 我们集合了差不多十种不同的风格 希望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 在不久的将来 我会有一个直播的线上课程 那么这个线上课程是针对这一本书 只要你有买这一本书 你都可以用很优惠的价格 来上我的直播课程 这种线上的学习方式 来教大家怎么样画出里面的作品 你就会不担心说 我买了这本书 光是看步骤我不可能会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本书 好好的推广出来 那如果说你们对这个书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是加入我的LINE 我的ID呢 在这个下面的说明都会有 这是一本真的非常丰富的书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